今天我就想重新詳細介紹一下 《卓越與沙海》這個項目 拍給新觀眾看 雙越灣有左灣和右灣 兩個灣形成的雙越灣 有8.3公里的沙灘 看到整個項目佔地有10萬 建築面積有15萬 一共有2000戶 目前在售的情況就是這個幽樓 什麼?錢被人凍結了? 趕著買樓的, 怎麼辦? 大灣區買樓最怕匯款的時候 資金被凍結, 令到血管無歸? V家擁有合法匯款牌照 有什麼問題? 100%由V家賠給你 全港18斤分店 超過100位香港經紀 為大灣區置業的香港投資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買賣樓宇服務 有V家, 就要我做V家 接手 pretty, 嗎? 接手 採的 然後 誇張 開 小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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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安心惠東的海景樓 當然是我們是V家 大家好我是V家阿棠 我是永寧 我是劉昌 又是我們惠州客家三公子 今天我想重新詳細介紹一次 卓越雨傘海這個項目 拍給新觀眾看 這個項目我們賣得非常好 上年單單這個項目 我們成交了百多個業主 多謝這個業主的支持和信任 買到深圖號 亦多謝卓越的老總 和領導大力的支持 額外給予我們V家很多政策 包括額外的折扣 額外的特殊申請訪員 我們都不負卓越的所託和期待 有個好的業績 給予卓越一個完美的交代 我之前就在這個卓越傘海做銷售 所以卓越所有的情況和領導 我都非常熟悉 可以說卓越就是我的老東家 之後我就加入了V家這個大平台 希望在這個平台可以做到更好 為大家更好感服務 之後我們都會持續介紹 衛州的這個多些筍盤給予大家 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馬上進入這個售樓署 為大家重新介紹這個 卓越遇山海這個項目 入到售樓署同樣是介紹 這個卓越集團這個品牌 我現在所指的是卓越的品牌場 這個卓越集團是96年成立的 總部位於深圳福田 現在看到這張圖就是卓越前海的中心 這個中心就是致辭的產業 實力非常強勁的卓越 這是卓越所獲得的榮譽 二年獲得中國房地產銷售額 8強可以排到第23名 中國城市更新的10強企業可以排到第2名 所以卓越在深圳是最大的城市更新的巨頭 中國房地產商業地產綜合實力可以排到第7 因為深圳所有的寫字樓基本上都是卓越的 所以在深圳來講做商業做得最好的 寫字樓最多的就是這個卓越地產 可見這個卓越地產的實力去到哪裡 這是大灣區高端物業上市提供的服務商 這個物業是已經在香港上市的 是高端物業管理的 基本上深圳的寫字樓都是自己管理的 現在看到所有寫字樓 這個卓越是作為深圳CBD之王 即是深圳每個區所有最中心位置的地塊 全部都是卓越的 現在看到這些大廈超過100多米的地標性建築 全部都是卓越的寫字樓 基本上深圳有40多座 全部都是這些寫字產業 代表作有深圳前海的卓越中心 這裡有兩棟樓全部都是寫字樓 這裡市值大概800億左右 還有一個卓越寫字樓中心就是福田的位置 市中心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這裡有一個品牌牆 品牌牆這裡有一個卓越的惠南海岸 這個是卓越在深圳最早做的第一個住宅項目 之前這個項目是看到海的 之前賣的價格非常便宜 一萬多元 現在的軍價去到15、6萬 所以卓越起家就是這個卓越惠南海岸的住宅項目 是代表作來的 亦都開創了全國第一個是一個崩海大城的概念 以前甚至是沒有大城的概念 第一個卓越做了一個高端大城的住宅盤 這個是成功案例 還有這個卓越的柏育庫已經賣光了 軍價在8萬至9萬 在龍華的項目 這個是卓越維港 馬化騰都是住在這個位置的 這些就是別墅來的 大概都過億的 這些別墅是卓越維港 早早就賣光了 還有這個是深圳中心的天原項目 就是在福田這個位置 都是賣光的 這個就是卓越前海一號 這個地塊就拿了120億的 打造了1000億的寫字樓 基本上全部都是致池產業的 你說卓越有沒有錢 你就看回致池產業物值 即市值多少 這裏就是卓越時代廣場 在福田的位置 卓越世紀中心 時代廣場和卓越世紀中心 是並在一起的 是很近的 是很近的 所以基本上香港人 過了福田之後 就會看到幾座大廈 就是卓越支持的物業 所以卓越是真的有錢的 現金樓比較充足 大家可以網上查看 其實卓越基本上是沒有負債的 所以這個地產是非常健康 比較穩健 這個版塊就是卓越的城市更新的版塊 卓越是在深圳最早的一批城市更新成立的 13年就成立了全國首家的城市更新的集團 看到這三個圖片 這三個代表作就是城市更新得利的 第一個就是卓越的四基中心 之前是一個澎湖區 拆了之後就賠了很多樓 還有做了這個寫字樓 這是自池產業 還有深圳中心都是在福田那裏的 這兩個都是代表作地標性的建築 還有鹽田的榮津和海灣 這個都是更新而來的 所以卓越在深圳 基本上是拿了大約有百多個更新項目 其他基本上都動工的 所以卓越看它的實力紅不紅後 你就看那間公司可不可以做到城市更新的項目 如果做城市更新項目 你有很多資源的 第一個是和政府的關係 第二個是資金鏈充足 第三個你真的有這個經驗 你才可以做到這些城市更新的項目 所以卓越的發展是非常好的 還有卓越還有自己的酒店的管理 卓越開了幾間酒店的 和這個四季酒店合作 和博爾曼這個酒店合作 開了深圳卓越的四季酒店 上海的博爾曼酒店 和杭州的博爾曼酒店 和長沙萬豪酒店 即是卓越和這個四季 博爾曼和萬豪合作 是有自己的酒店管理的 所以卓越是經營寫字樓 和酒店這一塊是非常拿手的 這裏就是卓越物業的介紹 買了樓就是自己管理物業 交給自己的管理公司去做 買了卓越的樓就交給卓越物業 自己的物管公司去做 這個物管公司已經在香港上市 這個就是股票代碼6989得HK 這個就是卓越得到的榮譽 第一個大灣區高點物業上市第一股 已經上市了 第二個就是業務遍佈全國 簽約了大約三千萬平方米 如果是中國百強來說 可以排到top13 非常好的一個物業 基本上很多業主買卓越的物業 就是買卓越的樓就是為了好的物業 因為好的物業是伴隨著70年的產權 所以深圳的寫字樓做這麼高端的物業 以及每個住宅項目都是複製這種服務去做 看回卓越的物業實力強不強勁 基本上十大戶聯網中心 大家非常熟悉的騰訊 阿里巴巴 百度 華為 京東大廈 這些地標性的大廈總部 這些巨頭的總部 全部都是用卓越的物業 由此可以見到卓越物業公司做得非常好 接下來介紹交通區位 介紹給大家 接下來介紹交通區位圖 我所知的位置就是卓越與山海所在的位置 卓越與山海位於雙越灣度假區 雙越灣有左灣和右灣 兩個灣形成的雙越灣 有8.3公里的沙灘 全世界只有兩處有雙灣三海世界奇境 第一個是墨西哥的坎坤 第二個是中國惠州的雙越灣 惠州雙越灣這個位置非常獨特 雙越灣度假區是屬於黏坪半島的國際旅遊度假區 黏坪半島國際旅遊度假區分三個板塊 第一個是阿婆國度假區 第二個是順元灣度假區 第三個是雙越灣度假區 整個黏坪半島政府是投資1,200億去做 1,200億去做這三個度假區 其中大部分的資金都會投入雙越灣度假區這個位置 看到雙越灣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是非常得天獨厚的 左邊是大深圳 右邊還有深山合作區的細深圳 兩個深圳夾在中間 其實是一個價格的蛙地 深山合作區大概是三萬四萬左右 這些是按照深圳的標準去買的 深圳大家都知道 五萬至三十萬不等 所以這裡的價格是非常之便宜的 如果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 那當然是哪裏的樓價會最貴呢 當然就是靠海的那一堆 大家看看廣州、東莞、深圳 基本上都是靠海的那一堆才貴的 看看惠州這裡 目前價格是幾千元一平方 隨著這個城市發展到時這裏就是惠州的富人區 所以這裏是非常之吸引的 非常之吸引 如果說回交通 大家說回交通 看看雙元灣的交通是非常之完善的 首先說回港車北上其實是非常之近的 如果自己開車是非常之近的 從深圳過來如果是從羅湖、福田走延海高速 再轉港位高速的跨海大橋 在順寮灣這個口落了 再走213 直接來到雙元灣其實是很近的 一個鐘鈴40分鐘 即是100分鐘自己開車就可以過來 還有一個就是大家熟知的高鐵 其實高鐵是非常之方便的 高鐵就由香港的西九龍這裏 直接坐四個站 經過福田再到新印北 再到惠陽站 到了惠東南站 直接下了高鐵之後 有一個鑽線大巴 12元的鑽線大巴 直通雙元灣 直接走213 這個鑽線大巴是12元 如果你從西九龍坐到惠東南站 高鐵票價是110元左右 大概車程70分鐘 70分鐘再加這個車程 大概都是100分鐘就可以來到雙元灣 都是來到雙元灣的 其實坐大巴都非常便利 大家可以看深圳羅湖這個位置 口岸那裏有羅湖客運站 其實你直接買票 可以直接買票到惠東的遠城 惠東遠城的客運站 下車之後再買票去到雙元灣港口鎮 其中經過平海鎮會停車 所以你坐大巴都是直接 羅湖坐到惠東遠城客運站 再客運站坐到雙元灣的專包車 其實都是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大概羅湖到惠東客運站 就是60元的車票 在那裏12元的專線大巴來到雙元灣 一共都是72元 所以從錢方面 從時間方面 這個雙元灣就非常佔優勢 所以這個交通是非常完善 說回雙元灣這個度假區 它的遊玩配套其實是非常之多的 看看項目卓魚山海門口 就是8.3公里的這個沙灘 沙灘這裡有非常之多的沙灘的娛樂項目 第一個就是從項目1.5公里 可以上到這個獅子島這個位置 這個島好像一個獅子形狀 所以叫獅子島 還有獅子島這個位置可以做衝浪 非常之多衝浪的愛好者來到獅子島這個位置 因為這裡的浪稍微急一點 所以適合衝浪 很多俱樂部就在這個位置 成立了很多滑浪的衝浪 衝浪的俱樂部就教別人滑浪 還有沙灘這裡有非常之多的本地商家 做了很多沙地的摩托車 沙地摩托車我們之前玩過的 我們放一些視頻給大家看看 還有沙灘這裡還有馬騎 這裡沙灘其實有兩三隻馬 大家可以騎一下馬 我們都騎了馬 放一些視頻給大家看看 其實是非常之好的 還有這裡有很多的商家 做了一些水上的摩托車 水上摩托車我們也玩過 水上摩托車其實是非常刺激的 駕駛摩托車的人一定是要拚掉你的 為目的的 所以你不在捉緊他一定會掉落水 還有一個快艇的拖煞 一個快艇就是拖著一個大的雨傘 快艇拖煞我們也玩過 是非常之好玩 快艇拖煞 價大約是300元左右而已 剛才說的摩托車大概是100元左右 看看還有一個快艇的香蕉船 快艇香蕉船我們也玩過 我們也放視頻給大家看看 非常之驚險的 那時候差點是捉不住就會掉落水 幸好我就夠大力而已 所以香蕉船真的好刺激 整個橡膠船是飄起身的 飄起身是好刺激的 飛起力那種 沒錯 還有沙灘其實還可以海釣 海釣這種海釣叫攤釣 因為沙灘叫攤釣 海攤釣 我們也釣過了 我們釣過的 所以上次我們的漁獲 都非常之理想的 都釣過了很大雨 因為沙灘 你不要以為沙灘近海就沒有大雨 其實是非常之多的 黃腳立 黃立倉是非常之多的 這裡可以做一個海釣 當然沙灘這裡是非常之多人放煙花 還有元旦這裡兩個彎 元旦這裡兩個彎 整條沙灘沒有一個地方是不放煙花的 是很漂亮的 可以比美維港的煙花 所以雙魚灣是很多地方玩 沙灘有很多的配套 在沙灘這裡可以玩到各式各樣的沙灘的娛樂項目 還有雙魚灣這裡有很多網紅打卡點 第一個就是南門海獅子島的衝浪基地 可以搞個衝浪 很多人在那裡滑浪 很多俱樂部可以直接交錢 教你怎樣滑浪的 還有有一個國家4A級的海濱溫泉度假區 從項目大概15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來到這個國家4A級的海濱溫泉度假區 這個是國家級的 是真溫泉來的 海濱溫泉 鹽水溫泉 這個是非常之喜缺 還有這裡旁邊還有一個一滴水的圖書館 這裡是可以看書的 非常之文静優雅的地方 這裡走過去萬科還有一個萬科的燈塔 萬科的燈塔可以看到整條南門海的沙灘 所以萬科燈塔有一個很好的打卡點 雙遠灣還有一條海濱溫泉度 雙遠灣樓盤有一條飄出去的海濱溫泉度 海濱溫泉度可以釣魚放煙花 拍一些視頻 是非常不錯的海濱溫泉度 還有平海古城 這裡1.5公里可以到平海鎮上 這裡有個600年歷史的平海古鎮 至今保留了四個城門 可以來到這裡看看古蹟 品嘗一下當地的特色美食就是平海的薄餅 看到還有小星山的浮潛 從沙灘這裡大概是200元左右 就可以有當地的船家去到小星山 帶你過去浮潛 它是提供設備給你 直接在這裡大概有兩個小時的時間可以遊玩的 我們上次也去到這裡浮潛 是非常之不錯的水很清 玻璃水 還有小星山旁邊還有一個聖告島 這個聖告島是深潛的 小星山是浮潛的 聖告島是深潛的 還有小星山旁邊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山海的海洋木場 海洋木場這裡做了非常之多的釣魚排 這一個就是國家示範區的養殖場 當做了大概有3000平方的旅遊觀光碟 即是你去到小星山這裡 你想上魚排的觀光是可以的 大概是50元的票價 你上去不單可以觀光 你可以帶上一些釣魚的設備 在觀光平台做一個鎚釣的 還有一個就是大清針 小星山這裡再過一些就是大家熟知的 大清針的深海釣魚 從香港過去其實是遠一點的 如果你來到商業灣過去其實是近很多 還有一個是大清山 徐玉山海這個項目 駕駛10分鐘來到港口鎮 千年如香港口鎮 港口鎮這個位置有一個大清山 大清山是做了一個觀景台的 觀景台是一個很漂亮的平台 讓你在那裡拍照打卡 可以看到這個雙灣三海世界奇景 我們放一些視頻給大家看 還有大清山的山腳下 是做了很多很漂亮的海濱斬道 通過海濱斬道 即是懸崖上做了一些海濱斬道 是很漂亮的 很刺激很驚險 所以我們也拍一些視頻給大家看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海區自然保護區 這裡大家不知道 如果你想在亞洲看海龜 只有衛東商業灣這裡有 只有大陸衛州港口鎮這裡有 這裡是整個亞洲唯一的海龜自然保護區 在衛州這個地方 商業灣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海龜館 大概30元換票進去 可以欣賞到很多大隻的海龜 這個海龜館就是很多海龜生存在那裡 有2、3、8隻 每隻都是差不多幾百斤的 我們也放一些視頻給大家 還有一個 再走過來東山海這裡 有一個情人島 情人島在這個位置 即是焦石酒吧旁邊 這個情人島 很多人上去打卡、拍照、視頻、拍婚紗照 都是在這個情人島 據說當地的情人島 有很多漁夫出去打雨 老婆就在這個島這裡等 所以叫情人島 是聽回來的 本地人說的 還有一個就是黑牌角的沙灘 情人島再走過去 這裡有一個黑牌角的沙灘 黑牌角的沙灘 是意向打造國家級的地質公園 到時這裡開放花就會很漂亮 還有黑牌角這裡做了很多露營的基地 這裡開了一間露營的商家 有很多帳目的 大概是2000元一個 2000元一個 所以你睡醒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當然我們也放一些視頻給大家看看 這個商家做了很漂亮的布置 大概是2000元左右 大家可以去體驗一下 當然價格是高一點的 但包括很多飲品各方面 還有這裡還有一個焦石酒吧 焦石酒吧博士拍過很多次 焦石酒吧是對比巴黎島同款打造的 焦石酒吧非常多網紅 每天去到美女雲集 有很多美女拍照 拍婚紗照 你也可以把焦石酒吧包下來 晚上開派對 霍地追非常不錯 還有巧州洋的濕地公園在這個位置 這裡就是巧州洋濕地公園 這裡已經打造了一個好焦流的濕地公園 一期已經開放了 我們也放一些視頻給大家看看 鐵沖這裡還有一個風車山 風車山上面還有一個觀音廟 那個觀音廟是非常靈驗的 風車山有一個滑翔傘的基地 滑翔傘的基地是非常刺激的 我們準備過去玩的 我們也放一些視頻給大家看 800元直接滑下來 全程是帶陸像的 非常刺激的 我們下次過去玩吧 還有觀音廟還有一個直升機的跳傘 即是上到幾千米在直升機跳傘 更加刺激 山海的滑翔傘 山海的直升機跳傘 是非常刺激的 所以很多喜歡刺激運動的 基本上都會玩這兩個項目 滑翔傘 直升機跳傘 非常刺激的 還有這裏有一個鐵沖鎮 這裏過去15分鐘20分鐘的車程 到了鐵沖鎮 鐵沖鎮有一個赤岸村 赤岸村有非常多生蠔食 我們去吃過很多次 有一個蠔牆在那裏 蠔牆是很新鮮的打撓上來的生蠔 直接開過 直接輸送給當地的商家 去做一個很新鮮的生蠔宴 這裏有一個鹽洲島 鹽洲島其實這裏有一個彩虹石灘 彩虹石灘是非常之多人來趕海的 非常之多人來趕海 這裏有很多的貝殼類 青口、辣裸、生蠔很多的 還有如果在趕海 大家可以選擇在平海鎮 有一個葫蘆坑和一個冷水坑 這兩個位置都適合去趕海的 還有大家如果住在商業灣 置業商業灣不需要擔心醫療的問題 商業灣有強勁的醫療配套 為你的健康保價互航 這個平海鎮有一個平海衛生院 已經開立了 還有港口鎮還有一個港口衛生院 還有戳越羽山海 10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到南門海這條環島路 這裏有一個深圳榮超集團 捐贈的榮超公立醫院 這個醫院就厲害了 我們放一些航拍給大家看 我們之前也拍過的 這個醫院在今年的年底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醫療設施 就可以開放使用 這個醫院是榮超集團 投資五個億打造的 這個是甲級的醫院 所以住在商業灣 這裏是不需要擔心 有什麼頭暈新興 就一定要上深圳 回到香港 這裏就有甲級的醫院了 買了卓越的這個項目 選擇了商業灣置業 其實你不需要擔心 沒有商業配套 其實商業配套和美食是非常多的 首先說回從項目1.5公里 就可以到這個平海鎮的鎮中心 平海有一個平海市場和肉菜市場 全部的海鮮市場都在這個位置 同樣這個隔離鎮的港口鎮 都有港口鎮的海鮮市場 海鮮肉菜市場都在這兩個位置 所以左邊就是平海市場 右邊就是港口市場 我們就拍一些視頻 眼見為實拍給大家看 同時我們上次在港口鎮 拍了一條暗街小食街 那個燒雞翼就非常美味 那個燒雞翼就非常有意思 人肉炭燒燒雞翼 是自己轉的 那個炭爐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好吃 同時我們在港口鎮這個位置 拍了一個萬日的餐酒館 萬日餐酒館是直接看到日落的 這間餐廳有很多特色小食 在港口鎮也拍了一個雲端日落餐廳 這個就是酒店上面頂樓 做了一個雲端的西餐廳 特別多的美食 還有那裡打卡是非常漂亮的 在這個位置看到雙彎三海 還有港口鎮我們拍了一個 叫好久不見生煙海鮮店 這個海鮮是我上次點了一個 煙蝦、煙蟹、煙脾皮蝦 還有如果你想吃早茶 和午餐和晚餐 我們推介就是萬科雙月灣 雙月中心即售樓處旁邊 有一個是萬科金元灣酒樓 還有一個是卓越旁邊的海之南老字號 海鮮店 所以住在雙月灣這裡 非常多的美食和雙月配套 政府投資1200億 打造這個鈴瓶半島 其中雙月灣做了很多道路的改造 和配套的升級 所以這裡的環境非常不錯 所以雙月灣這裡有多 沙灘的娛樂項目也有多 和網紅打卡點也有多 你看回信玉灣和阿婆角 其實是很少網紅打卡點的 買了這裡甚至乎都要開車 三、四十分鐘來到雙月灣這裡玩 那我不如買雙月灣 每年千萬遊客加持 來到這個鈴瓶半島 政府有統計的 千萬遊客加持 這個鈴瓶半島國際旅遊度假區 其中大部分的遊客佔大頭的 都是雙月灣 為什麼 因為沙灘多玩 因為這裡網紅打卡點也有多 所以雙月灣無論是交通 交通就有大巴 高鐵和高速自駕車 還有這麼多的配套 所以買雙月灣 一個價格美麗幾千元 帶上裝修就可以完理一個海景夢了 所以是非常理想的 所以我們經常在這裡做廣告 其實是大家值得入手 作為一個退休自住也好 買來收租也好 即是不宜之選 是非常之不錯的選擇 大家如果對這個雙月灣有興趣 就馬上聯絡我了 下一步我就移步到這個沙盤 介紹整個項目的整體規劃 接下來就介紹卓宇這個沙盤 看回這個沙盤是非常巨型的 看到這個沙盤 這個建築其實這個卓宇山 是依山而建的 整個雙月灣南門海 唯一一個山被卓宇拿下 做了依山而建的項目 所以卓宇這個項目是 排水和通風採光是非常好的 因為它建在山上 整個項目就是這樣的報告 看到我們現在所掌的位置 就是這個溫德姆酒店的大堂2樓 這個溫德姆酒店是8號樓的 看到整個項目佔地10萬 建築面積15萬 一共有2000戶 容積率1.5 因為它是有別墅的 所以是一個別墅區 圓林的社區 看回整個項目是分三個板塊 第一個板塊就是8號樓和7號樓 這兩棟樓作為一個溫德姆酒店 第二個板塊就是依山而建的別墅 2019年已經曖曬了 第三個板塊就是高層產品 1.2.3.4.5.6的高層產品 其中一和二就是平層的單位 四到六這四棟樓就是整個雙角彎 唯一的複式單位 這四棟樓就是複式 這兩棟樓就是平層 看回整個項目的配套 配套就是這個8號樓的溫德姆酒店 溫德姆酒店 一樓就是一個接待和停車 這裡有一個水景接待大堂 二樓就是售樓柱 這個售樓柱未來就是溫德姆酒店接待大堂 目前在售的情況就是一樓樓 一樓樓有四梯十四壺 有四百多套 有兩個職位 這一面就是76元 直接望售樓柱這邊 一線海景 背後就是53平方 53的總價就是30萬至38萬 總價之價 比之前的價格上升了 所以隨著市場的回暖 其實價是有一點回漲 所以現在買的都是谷底價 因為之前是避岸價到14000 現在買的都是七八千元 其實價都很便宜 目前六號樓已經全部賣光了 六號樓是複式的產品 全部賣光了 以前的均價大概是70萬左右 後期大概是四月中到五月初 其實五號樓就會推 五號樓的戶型和六號樓差不多 價預計都是70萬左右 大家盡情期待 這個五號樓準備開 如果大家想搶購第一批五號樓的單位 想選到好的樓層 就第一時間聯絡阿棠 因為阿棠和發展商是非常熟的 以前在這裡上班大家都知道的 如果大家買了卓越御山海這個項目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共享民宿是入住了商業灣的 所以大家如果買了萬科商業灣項目 和卓越御山海這個項目 都可以直接交給我們去做一個托管 我們托管公司是開在萬科商業灣三期C44棟 2008 大家想托管就去到我們的辦公室 直接談托管就可以了 之前買一號樓和六號樓 我們去年買了百多套 其中有八成基本上都是交給我們 去做一個托管 我們有兩個方案 第一個就是七三分成 第二個就是保底 保底每年有八千元 保底這個方案大家可以選保底的方案 選七三分成也可以 但如果選七三分成 它的分成會比較高 大概五十三方如果交給我們托管 我們預估這個收益就是二萬一左右 這個七十六平方交給我們 同樣都是和我們置辦的家司家電 交給我們去做一個托管 預估收益大概是三萬二元左右 還有一個六號樓 六號樓交給我們同樣都是家司家電的置辦 交給我們預估每年的收益可以做到三萬六左右 所以你買了卻月的樓 就不用擔心去找托管公司 直接交給我們V加民所做一個托管 我們之前在萬科已經收了大概有二百多套托管 我們每個月都會做一個報表給業主看 其實收益是非常理想的 以租代工 所以買海邊的產品又有一個住的享受 房產證的名字也是自己 當然可以作為一個退休自住的地方 有這麼美麗的陽光與海灘 所以是值得大家入手去實地考察一下 究竟是否適合自己 沙盤就介紹到這裡了 我們現在就是拿卓月已經兌現的配套 然後帶大家看這個示範單位 卓月已經兌現的配套 有一個海岸隧道 通過這條隧道就可以去到8.3公里的沙灘 現在我們在小區的內部 其實你回家就不需要在小區的兩個大門口進入 其實你可以利用溫都沒有酒店的電梯 直接回家 我們在小區這個位置 這裡有一條橋是直接乘搭到溫都沒有酒店的頂樓 這裡指著沙灘方向 其實大家可以用這個方式回家 其實是更加變質的 你可以利用翠宇山海的溫都沒有酒店的大堂電梯 直接到過海岸隧道 就可以到沙灘和回家 即是回家的異境都不同 沒錯 即是你住在這個小區這裡 可以利用五星級的酒店作為一個入戶 是非常之不錯的 那我們就直接走一次這個路程給大家看 沒錯 好 這條沙灘的洞口就有左右兩邊出口 那麼就通過這個左邊的出口 就可以直接到這個8.3公里的沙灘了 那麼就看回這條沙灘呢 這一部分其實是卓越玉山海去負責管理 這條沙灘的衛生就是當地的政府和當地的這個樓盤 共同去管理這些衛生問題 那麼當然了 卓越在自己的家門口 做了很多些休閒的配套 沙灘椅 檔千秋 以及這個沙灘排球的這些設施 剛剛問了卓越的路種 自己的私家沙灘這個門口 這個隧道的門口 其實它將來會設置更加多的沙灘的娛樂配套 更加之多的提供給業主去休閒 那麼還有卓越售樓柱還有幾個兌現了的配套 那我們也拍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卓越已經兌現的配套 這個就是無邊際的泳池 這個設計都非常之好 水面與大海相呼輝應 好像一塊鏡一樣 這個無邊際泳池 旁邊這裡還有一個海景的健身房 這個都已經開放了 針對於業主就可以在這裡做一個健身 這個海景健身房的特色就是可以看到海景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裡做一個健身可以看到海景 這個就是未來星級酒店 溫度母的中西餐廳 就在這個位置 有中餐有西餐 大家如果不想在家裡煮飯吃 其實可以來到溫度母這裡做一個就餐 其實一卓越已經兌現的配套很多 就不用介紹了 現在就帶大家看一個萬眾期待的示範單位 拍給大家看 好了 帶大家看一個示範單位 首先提一個就是53平方這個細積的 這個就是一房一廳大單間的這個設計 5米1的這個開箱 是整個Sherry灣唯一可以做到單間有5米1開箱 所以是非常地闊落 一點都不壓抑 這裏就是它的膠庫標準 它是戴裝修膠庫的 這裏就是包硬裝 不帶軟裝 即是沒有傢俬加電 好 進去看看 進來就可以感受到開箱很闊 開放式廚房 這個操作台是膠標 這裏有5米1的開箱 這裏可以放一個2米多的床 做到三邊落床 大家可以看看這床很大 還有床頭櫃的位置 大家介紹這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大概有7個平方 三段式的 洗手間桌 馬桶 林浴區 這個林浴托門是沒有的 這些是膠標 這個鏡櫃不是膠標 不是收納式的 是單面鏡的 簡單式的 這些是膠標 大家可以按照這個設計 其實可以交給我們做托管 我們會幫你配置家具家電 我們有三種模式給你選擇 三種家具家電 第一個是泰式風 博士的弟弟選了泰式風 還有一個地中海風 其實地中海風是藍色的 與大海一樣的顏色 是非常漂亮的 還有一個性格比最高的圓木風 日和風是圓木風 圓木風是比較便宜的 三種套裝是任君選擇 當然你想按照翠圓這種 當然我們設計師都會按照這種設計 幫你報告 報告價也沒問題 還有這個53平方 它有14個方的大陽台 這裡可以作為一個廳的使用 大家看看這個一線海技 還有翠圓這個53方的優勢 基本上每一戶都帶L角的轉角位 所以它的採光會更加好 更加通風 望海的角度更加好 53平方的方向是向東向的 東向可以看到雙彎 雙彎三海的景 這個53平方 其實我們之前買了很多客 其實都有改兩房的念頭 如果四十幾方 三十八方一定改不了 而且這個戶型是很方正的 因為陽台不是斜斜歪歪的 而且戶型入門不會斜的 而且最大的優勢是53平方 因為它的積大 可以改成兩房 怎樣改呢 我帶大家看看 洗手間剛才說 有七個平方那麼大 將門口不要那個位置 這裡開一個門口 這裡開一個門口 意思是將洗手間縮小一半 這裡直接間成兩間房 兩座床就不放床頭櫃了 那陽台是不動的 陽台是完全作為一個廳 不動的 所以53平方可以作為一個 即是改兩房 其實人來到大海 基本上沙灘玩的時間多 就不在房間那麼久 其實如果你改了兩房 我覺得租金會高些 基本上我們買的 其中有些是自住的 所以它有這兩房的需求 如果大家說 精裝改造很貴 就不必要去浪費這些錢 那大家買了這個盤 卓傑宇山海 可以交給我們 V加民修作為一個管理 和我們置辦家司家電 我們有三種風格 給你選擇 買置辦家司家電之後 就交給我們做一個 港式的管理 港式的託管 收益是非常之好 剛剛說 這個53平方可以做到 每年預估收益 做到21,000左右 三十多萬的總價 可以做到21,000左右 所以那個回報是很高的 好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個大的 就是76方 帶大家看看這個 76平方的神跡 雙套間設計 76平方可以做到 8尾7的開間 這裡就是它的交付標準硬裝 這個壺形就類似 萬科雙躍灣的雙套間設計 它是76平方 萬科就是80至86平方 面積是小一點的 看回都是雙套間的設計 進去一條大走廊 左邊兩個大房 進來就是這個開放式廚房 這個操作台膠邊 抽油煙機吊櫃 沒有的 這一面牆的收納櫃 是自己做的 一樣都是沒有的 一條大走廊 一條大走廊 左右兩邊開 兩間房 這間房就是套間 這個套間 這裡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可以看到三邊落床 還有這裡還有一個凹位 給你預留一個衣櫃的位置 還有樓底膏有二尾九 是足夠的 這個就是套廁 套廁有三邊顏色 馬桶 梳裝牌 淋浴區 這個堂門是沒有的 這個堂門是沒有的 可以放大三十公分 會大一點 可以看到走廊的位置會寬少少 同樣都是預留了衣櫃的位置 可以放衣物 可以訂製 做到頂 不要浪費這些位置 看看這裡 又是一個套廁 這裡 這個燈浴匙不是交標 馬桶 這個梳寫台是交標的 鏡櫃就是一面鏡的 那種簡單式 就不是收納式這一種 經過這間房間就直接出到這個大大的露台 可以說是客廳 有二十平方 就贈送一半 所以使用率可以做到大概九成左右 通過這個陽台可以看到一線海景 這個是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就看到售樓柱這個位置 就可以看到一線海景 正面海景 是無遮擋的 可以說是七十六平方的性價比很高 總價又不高 又可以看到永久海景 總價是五十八點一萬 到六十萬多一點 鬆動一點 這個單位我們都可以做托管 交給我們做托管 同樣都是跟我們置辦家司家電 這個七十六平方跟我們做托管 預估每年的收益 可以做到大概有三萬二左右 三萬二左右 如果大家對這個卓越有興趣 如何去購買 其實我們公司有一個最強的優勢 我們擁有全港全行業 即是中介行業唯一合法的匯款牌子 經過我們買樓的資金安全 有保障 即是你對當日的匯率 將港幣成1.5%的匯率 將港幣轉給我們香港的賬戶 我們一天之內 直接把人民幣交給發展商 是非常安全的 只有V加可以做到 資金可以做到很安全 如果經過V加去買樓 資金上有些損失 我們是全額賠付的 我們已經儲備了匯款的保障基金 超過五百萬 如果你不見了錢 我們馬上去賠付給你 經過V加買樓 資金非常安全 還有你想買樓是怎樣買的呢 首先第一個實地考察 你交訂金 訂金大概是五十元元 交了訂金之後 就是七天內到十天簽約 當然如果你的錢在理財 就可以退場一點 特殊申請 你知道我和四月熟 十頭八日基本上是沒問題的 想要長一點的就是額外 即是來到現場現場申請 就是先交訂金 七天內左右簽約 交齊存款然後簽合同 簽約合同等發展商 可以拿一個合同到房管局避案 避案完成就是有一份 房管局扔了一張的 是網上已經登記了你的名字 以及這份合同會給你一份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交易 以及直接去辦理房產證 收樓 流程很簡單 最主要就是資金的安全 經過我們V加的匯款牌 兌換而已 非常安全 購買的流程就是這樣 剛才說五十三平方 就可以做到首期五萬起 首期五萬起 這個七十六平方便做到 首期最低十萬起 交給我們V加 以租代工 我們港式的管理 交給我們V加託管一定有信心 博士招牌 你買樓博士幫你租 多好 我們有生意做 你有租收 大家是共贏的 帶大家看下一個職 這個是成條崩開線 唯一的稀缺複式 就是七十平方兩層樓的真複式 還是住宅 現在馬上開 好 介紹最後一個戶型 這個是七十平方的複式 兩層樓可以使用到的 七十平方就是兩層樓 兩層可以用到84個方 即是一層可以用到42個方 又可以一共使用到84個方 房產證只寫70平方 所以有14個方的贈送 這個是交付標準 這個是包硬裝沒有軟裝 即是沒有家屬家電 硬裝是全部做好 雖然這個職在目前這個時間段是賣光的 六號樓清貨 五號樓準備加推 應該是4月中到5月初 具體時間等待卓越那邊去審批 什麼時候開盤呢 我們都會收到第一時間 我們會馬上更新影片 拍給大家看 這個職是買得非常好的 因為它有贈送 基本上有些戶型是有供攤 這個是沒有供攤反而有贈送 而且很多人喜歡上下兩層 即是可以做到住一層租租一層 即是下面那層自己住 上面那層租租 又或者整套租給人 因為它有兩層使用 它的動靜區分好 上下的私密性會高一點 所以別人喜歡買複式 最主要是少 市場上少的東西 一定是二手放出去 有人要 因為是少的 平層通街也是 複式那麼少 當然是一定放得出去 以及你的租金會高一點 複式的租金會比平層高一點 而且放出去的時間會短一點 以及增值的空間會比平層大一點 當然總價就高一點 所以卓越唯一的優勢 最大的優勢就是複式 如果你想買複式的 只有卓越有 其他地方就沒有 好 不說那麼多 我們進去參觀這麼熱賣的 70平方複式 好 進來當然是放一座床 三邊落床位 以及放了兩米的床 這裡還有這麼闊 這裡一樓有洗手間 三段式的 林浴區 梳洗區 馬桶區 這裡足夠的位置 很開陽很闊落 這裡有個16平方的大陽台 即是廳 16個平方 16個平方是贈送一半的 一線海紀 整條沙灘都看了 70平方是東南方向 東南方向可以看到雙彎三海 因為70平方的複式 為什麼那麼好 就是可以看到雙彎三海 你也知道了 全世界只有兩吋 墨西哥的坎坤 你知道坎坤的 世界奇境的沙灘有多少吋 商業灣有幾千元 帶來裝修 所以一定是選惠州的商業灣 性價比比較強 好 說到買76平方 為什麼它好賣呢? 因為你買一套樓 擁有兩層的海景面 我們通過這條樓梯 上到二樓拍給大家看 這些樓梯雖然面積小 但是樓梯不會斜 不會斜的 這個闊度一尾幾是足夠的 上到來 這個位置就不要浪費 這個位置就一定不要浪費 做一個梳裝的桌子 學習桌子都可以的 以及採缸都非常充足 這裡有一個採缸窗 這裡有一個採缸窗 就不會說樓梯很暗 上到二樓 直接看到小星山那邊太平洋的開景 這裡當然也是一個房間的功能 擺放一部床 這裡有一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會比下面那個大些 都是三段式的 這個林浴區 有一個採缸窗 保證下面那邊有採缸 一樓有採缸 二樓同樣採缸都是非常充足的 剛剛才說 買了一套樓可以享受到兩層的海景 同樣這裡也是16個平方的陽台 加上陽台就有32個坊 32個坊就有16個坊去贈送 看到這個海景是否很漂亮 剛剛才說 商業灣是屬於外海的 所以它的水純環的能力是強極的 沙又漂亮 沙灘又長 水質又漂亮 所以在商業灣這麼熱賣 就是因為環境非常之好 非常之適宜退休自住 這個複式我總價都不高 之前是70萬左右 4月中到5月初的開盤 我想大致上的價格 又是差不多70萬左右 最終都是看翠月那邊 如何去決定 買了翠月這個複式 同樣都可以交給我們做一個托管 這個戶型同樣都是 跟我們置辦家司家電 我們幫你做一個出租 預估的收益每年就是36000 剛才提到的76平均 是3萬元余估 這個36多了4000元 所以複式的租金會比平層更高 1號和6號是今年的7月底交樓 交樓後很多業主就會馬上幫他 進入家司家電 已經簽了很多 馬上放好家司家電 幫他出租 有一個好的收益 所以這個戶型其實我們都非常之期待 非常之期待又有這些產品出來 所以5號樓一出來 我們馬上會補片 拍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想拿到好的樓層 好的價格 額外的優惠 還有如果你付款的時間 稍微要長一點 一定要找阿堂 因為只有阿堂可以幫到你的 好了 剛才為大家介紹了這個 倡月御山海項目 下期將會拍攝這個 倡月御山海旁邊的 萬科雙月灣項目 大家盡情期待 如果大家對於倡月御山海有興趣的話 想要這個樓盤更詳細的資訊 還有樓盤的資料 想出團實地考察 記得WhatsApp我 674-00-605 我們V家20日出團 天天出發 隨時都可以 一天時間就可以看 這個倡月御山海 和萬科雙月灣這兩個樓盤 我們專車接送的服務 還會帶你品嘗當地的地道美食 好了 有V家 就有安樂的家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